月歌说电影 专注好电影 大家好我是月歌 初入下时的多摩丘陵 青枝绿叶郁郁冲冲 微风拂面 沁人心脾 蚕鸣鸟叫更是不绝于耳 曾经 狸猫一桌与人类在一起 和谐共存 尽管人类住所周边的食物 远比山里丰富得多 但它们却从没偷过人类的食物 只要有稻田 它们就可以捉一些青蛙 蝗虫或是鼠类虫鸡 还可以捡一些柿子 伤圣改善伙食 有时候 它们也会搬到 无人居住的空房之里 生活惬意 无拘无束 直到一辆挖掘机 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 族人们的生存范围正在不断缩小 只要有食物的地方 必然会撞见同伴 因为食物纷争 红森林与蓝森林的首领 带领族人在接壤地 开启了一场混战 人类可能并不清楚 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 李猫是会变身的 而且还会直立行走 这场战斗异常惨烈 但却并没有持续多久 无论红军还是蓝军 两边都是输家 杀光战败的李子吧 为了大家着想 尽量杀吧 同归于尽 阿弥陀佛 李子锐剑 身上西天 残存的李子要节育 别再生孩子了 阿弥陀佛 孩子若再增加 等于走回头路 生灵没有了 同上西天吧 在火球奶奶的警醒下 李子们俯视山下 顿时哑口无言 美丽的青山消失了 联名的山丘被铲平了 贫瘠的黄土 在他们眼前赤裸裸的展开 这些年来 经济高速发展的 东京周边地带 由于需要大量的住宅 东京推出了 多摩新市政计划 树木被伐禁 山丘被铲平 溪谷被掩埋 田地被侵占 古老的房舍被推倒 多摩丘陵的原貌 被彻底改变 人类似乎开辟出一片 广阔的新生地 然后再建设一个 全新的市政 这是一个 前所未有的 开发计划 有李子说 人类真是了不起啊 我一直以为 他们跟我们一样 只是动物罢了 但因为这件事 我终于了解到 他们似乎拥有 比神佛 更强大的力量 由于事态紧急 多摩丘陵的李子们 于深夜 秘密来到万福市 召开议会 全场一致举荐 150岁的老李 贺归长老 担任一场 议会首先提出的是 振兴变身术 以及进行研究人类的 五年计划 并且决定从先进地区 比如四国与佐渡 重金礼聘 知名的变身专家 前来迟到 但这样长距离的 危险之旅 没有李子愿意去 所有李子都开始装睡 不过 因为火球奶奶准备的 麦当劳汉堡 对吃货李子们 发挥了不可抗拒的功效 所有议题都获得了 全票通过 为了随时掌握情报 李子们在垃圾堆 引进了一台 二手电视 架设于万福斯本堂 本来是为了观看新闻 获取人类情报 可最后的效果 却适得其反 李子们用这台电视 看起了美食节目 与此同时 振兴变身术的计划 在火球奶奶的领导下 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来自各部族的 年轻小李子们 全都勤奋好学 而振兴就是 其中优秀的代表 当然也有相当多的李子 完全学不来 跟正吉从小一起长大的 十党彭吉 便是不图上进的典型 他们只想过着 传统李子的生活 不愿跟上时代 对于彭吉的选择 正吉百事不解 就在李子们拼命 研究人类 以及情恋变身术的时候 东去春来 梅花绽放 又到了恋爱的季节 可大多数的李子 都只能听从 火球奶奶的忠告 在赢得胜利前 尽量克制情欲 这一年 他们并没有产下新的宝宝 特别是母黎们 更是竭力意志 母性本能 意志坚定的拒绝 公黎们的求爱 经过一年 艰苦卓绝的学习 终于到了街头 实践阶段 学习变身术 就跟人类拿驾照一样 全程必须要有一个 经验丰富的 变身专家跟着 万一有什么意外 或是现出原型 就能立刻采取 应变措施 果不其然 这其中就有 经不起考验 现出原型的李子 在所有变身术中 幻化成人类 所消耗的经历最多 就算是有些 功力深厚的李子 也需要尽早服用 藏在怀里的经历剂 若不能让体力 快速恢复 马上就会露出 李子尾巴 随着时代的发展 现如今的李子们 也开始使用 人类贩卖的 行酒剂 来代替经历剂 而街头实习的 考核标准 就是李子要凭借 个人的力量 以和平的方式 最少赚到 一千块钱 这其中就有 在工地干活的工人 是有几只李子 接力扮演的 有的李子 变身为和尚 在车站化缘 有的在酒吧办唱 不过 大家的结论 倒是挺一致 做人好累 于是 便用偷奸耍滑的李子 把树叶变成钞票 但这些招数 在火球奶奶面前 都只是雕虫小技 这天 在本部休息 变身术的全态 突然接到消息 赶回领地之后 被吓了一跳 自己从小生活过的 红森林 一半被夷为平地 全态愤恨难消 怂恿李子们 发动战争 长老觉得 现在才是五年计划的 第一年 实际未到 可全态却 大意令人地表示 他这都是为了 全体李子的 幸福着想 这时候 蓝森林的首领 却嘲讽道 虚伪 当初为了夺取蓝森林 发动战争的 就是你 眼尖被当众羞辱 全态更加 一意孤行 他带领大约十个 年轻志士 利用刚刚学会的 变身术 开始了置人类于死地的 极端反击行动 短短一个晚上 就造成了 三人死亡 两人重伤 而这些离奇的 伤亡事件 几乎都在 同一时间发生 电视台的记者 也开始怀疑 是不是工程质量 出现了问题 首战告捷 身心乐天的李子们 高兴得不得了 全态被捧为英雄 这让他变得 愈发激进 呼吁李子们 再接再厉 杀光人类 可彭吉 却有些担心 真的要把人类 都赶尽杀绝吗 可不可以 留下一些人 就像从前一样 虽然他也 很痛恨人类 但人类始终 也有好人 如果真的把人类 全都赶走的话 那他就再也吃不到 炸虾 烟秋刀鱼干 汉堡 甜甜圈 炸鸡辣 听到这里 李子们都开始 两眼放光 全态也忍不住 舔了一泉口水说 那就留下一些人类吧 大家都夸赞 全态有气度 李子们继续 欢呼庆祝 可此时电视台却传来报道 由于住宅需求 已经达到紧急状态 就算发生了一些 功成意外 政府也不可能 对多摩的开发计划 有任何让步 死花一出 李子们彻底傻眼了 全态也被抛足脑后 踩塌过后 全态受了重伤 需要一整年的悉心调养 才能痊愈 而接下来 李子们从电视报道中得知 因为开发需要 人类拆掉了神社 当地居民不禁 怀疑猜测 最近的死亡事件 是因为冒犯神灵 所降下的天谴 李子们又重新燃起了斗志 原来人类害怕鬼神 李子们便对身下药 首先 趁人类在做一处 神社遗址前的祭拜时 运用变身术 搞了一个小把戏 化身为当地 非常有名的狐仙 并在神社的屋顶现身 悲悯的白狐提叫声 压过了法师的咒语 李子一试被迫终止 当局也只能顺应铭心 延迟拆除计划 其次 李子们还瞄准了 最有公信力的警察 作为主要目标 他们在警局周边 化身为无脸恶鬼 当才的警察 全都被吓得魂不敷体 这一招也确实奏效 被吓坏的警察 四处散播 心思任有妖魔 出没的消息 李子们又开始了庆功案 可开发计划 依然没有停止 甚至平原上 已经开辟出了道路 大量的建材运输进来 即将要大兴土木 唯一值得李子们 振奋的是 新市政的灵异事件 引发了电视台 以及杂志的大事报道 李子们斗志不减 紧急选出了 寻访变身专家的使者 一个是驱王四国的御山郎 一个是驱王左渡的文泰 在一个月圆之夜 两个年轻人 呆着使命 迎着新月 踏上了真诚 送走两位同伴之后 年轻的李子们 乐此不疲的在建筑工地 继续制造灵异事件 无论计划是否奏效 很显然 运用变身术 搞恶作剧 已经成为了李子们的 一种乐趣 只有正极提出质疑 这样下去 真的有用吗 今天老的工人 被吓走了 明天新的工人 又来了 人类仿佛 无穷无尽 而真正让李子们 紧张的是 因为频繁的露面 不少居民开始怀疑 是不是胡仙 或者李子作怪 因为有史记记载 在江户时代就有李子 使用变身术 迷惑人类 这下 越来越多的李子 也开始怀疑 用变身术 压根就赶不走人类 而这种怀疑 瞬间让年轻李子们 失去了目标感 不过 正是秋高气爽 果实肥嫩的秋天 李子们为了迎接 冬天的到来 全都大量进食 而学习变身的精力 也都用在了寻找食物上 觅食过冬 成了李子们眼下 唯一的目标 就像人类一般 光是为了生存 就已经耗尽了 全部的力气 梦想嘛 吃饱了 抽空想想就得了 转眼春天到了 又又到了恋爱的季节 对于已经禁欲了 一年以上的李子而言 他们的忍耐度 已到了极限 随处都可以看见 陷入爱河的情侣们 连天空都闪耀着 玫瑰色的甜蜜 正吉对小青说 大家都变得那么热情 我们就跟大自然的 花草树木一样 春天一来 只要有阳光的照射 植物就会自动冒出绿芽 然后不久 开出花朵 结下果实 小青梨小脸一红 不受控制的 吻上了正吉 火球奶奶的忠告 早已被抛中脑后 结果就跟其他李子一样 这个春天 正吉和小青 生下了四只 可爱的小李子 只是到了夏末 秋初的时候 由于人类的开发 持续推进 森林锐减 再加上春天的结婚热 生育潮 李子的数量瞬间激增 导致食物严重短缺 会变身素的李子们 已经开始翻找垃圾桶 用人类的食物残渣 应付饥饿 而不会变身的李子 只能铤而走险 盗取食物 常常会误入人类的陷阱 这时全太已经痊愈 作为激进派的代表 他再也忍受不了这种屈辱 决心要与人类决一死战 可长老们都不同意 没想到丧心病狂的全太 竟然发动了政变 谁敢反对他 一律格杀勿论 幸好此时 前往事故的玉三郎归来 这才避免了这场内耗 振奋人心的事 他还带回来了三位变身专家 秃长老 白长老和黑长老 长老们直言 在目睹了多摩李子们 变色的山河后 他们深表同情 因为他们四国的森林 依旧完好如初 这一切都是因为 他们善于使用变身术 四国的人类深信不疑 如果惹恼了李子 就会降下天大的灾祸 向他们三位 都被人类当作神灵 供奉祭拜 三位长老胸有成竹地表示 他们要带领多摩的李子们 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 妖怪大作战 让东京的人类纹离色变 激起人类的敬畏之心 这样才能达到 终止开发计划的目的 多摩的李子们终志成成 开始执行长老们的安排 一场前所未有的妖怪游行 徐徐展开 一开始 各类奇形怪状的小型妖怪 只会让过路的行人觉得 好奇有趣 当然 也有阅历颇深的中年人认为 这些不过是大家的心理作用 直到那些面目猙獰的 大型鬼怪出现 人们才开始 恐慌 逃窜 尖叫 直到曾经坚信没有鬼神的人类 都快被吓出精神病死 幻象却突然消失 这是因为负责主导的徒长老 由于灵力透支 驾鹤西去 但李子们明白 这场妖怪大作战 也成功收官 大家手舞主导的 开启了庆祝会 长老们也坚信 人类一定会领悟到 无论多么高明的科学 也无法解开这个谜底 东京的人类 经过这次事件 一定会幡然顿悟 在神秘的 神罗万象之中 人类是多么的渺小 那些未知的力量 超出人类的想象 可第二天 情况却完全出乎意料 妖怪大作战的功劳 竟然被一家名叫 梦幻乐园的游乐公司 冒名顶替 梦幻乐园的老板声称 这是为了庆祝游乐园 即将开业 他们公司免费 给大家表演的体验项目 真是不怕愚昧无知 就怕利欲寻心 这则新闻 科巴黎子们 肺都气渣了 悲愤交加之后 他们整日以泪洗面 只觉得有一种 深深的无力感 而此时 修到商机的游乐园老板 正在不遗余力地 寻找那些真正的游行者 只要能雇佣他们 就可以发一笔横财 一个狡猾的男子 主动献祭 他可以找到那些游行者 男子随即 找到了黑长老 黑长老一眼就认出 男子是条狐狸 他用甜言蜜语 将黑长老约到一家 高级挥索 看着周围 深知艳丽的姑娘 黑长老有些拘束 狐狸说 这些姑娘跟他一样 都是狐狸 而他此行的来意 就是向规劝 狸子们 要像狐狸一样 伪装成人类生活 他们可以一起去 梦幻乐园工作 赚取高额工资 因为这是完成 种族延续的 唯一方式 黑长老有些疑惑 会变身的梨子 可以像人类一样生活 但不会变身的梨子 又当何去何从呢 狐狸直言道 只有自生自灭 如果要繁衍后代 就只能留下 最优秀的遗传因子 就像它们狐狸一族 除了能变成人类的狐狸 剩下不会变身的 几乎都已经灭绝了 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回去后 黑长老提出了这一建议 但没有一个梨子同意 亦会四分五裂 趁这个奸细 实在咽不下这口气的 贺龟长老 偷偷给电视台 寄去了一封申诉书 希望媒体能还他们 离子一个清白的功劳 另一边 全态又开始了 与人类的正面抗争 他们成立了赶死队 以阻止人类的砍伐 希望用鲜血换起 同伴的血性 他们把警察 猎人 以及伐木工人 挡在了领导上 不让他们踏入深山一步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可面对人类强大的武器 全态真的碎了 电视台收到了那封申诉书 记者来到森林采访 为了让记者们相信 妖怪大作战的真相 离子们不仅现出原形 而且还掩饰了变身术 幻化成各种消失的动物 离子们似乎在用这种方式 向人类宣告 动物也有思想 也有感知 也会疼 也会饿 浩瀚宇宙 万物乾坤 皆有灵 这时 前往左渡的文泰回来了 他呆呆地望着 满目苍蝇的骨枪 怅然若失 文泰不敢相信 这是人类的杰作 会变法术的 明明是他们离子 可现在 人类却变了个法术 把山川森林 以及他们的家 全都变没了 看着眼前 荒凉的景象 文泰埋头垂地 痛哭哀怨 把山还给我 把故乡还给我 把园也还给我 终于在 离子们 亲尽全力的努力下 青山碧水 田野森林 鲜花蝴蝶 那些只存在于 记忆里的 田园美景 在都市的钢铁森林中 拔地而起 身处于这片 魅力的画卷之中 有人看到了 温柔的母亲 有人看到了 儿时的玩伴 也有离子们 看到了 儿时的自己 人类和离子们 全都奋不顾身地 闯进那片 美好的幻想之中 但他们却不得不接受 这些景象 已经逝去的事实 随着离子们 抗争计划的失败 开发计划却在 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就连离子们的老巢 万福寺所在的那座山 现在也变成了 高级住宅区 而记者报道的 离子们会变身的新闻 也产生了很大的 社会效应 人类与离子 和谐共处 等等标语 建筑报端 后来的开发计划 人类机制地想出了一个方法 保留山林原来的模样 作为公园 美其敏约 依山而建 原生态环保住宅 可对于离子们来说 生存环境已经改变 到最后 离子们终于做出了那个决定 和狐狸一样变成人类 正集成了上班族 她的太太小青 在餐厅工作 当然也有一些 投机倒把的离子 因为经营房地产 大获成功 开始和人类一起 肆意破坏森林 但大多数的离子 非常讨厌城市生活 他们一心想要回到 那个美丽的森林中 但家园已经被破坏 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在经历了日复一日的 地铁生活之后 正集经常会想 像这样的生活 也只有人类能够忍受得了 真是令人非解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 有些离子才会脱离人群 到新宿的花园神社里住巢 靠着街道的剩菜剩饭 过日子吧 就是不知道 和彭基在一起的离子们 现在怎么样了呢 或许坚强的活着 这句话 就是为离子而说的 因为无论遭遇 何种变故 离子还是悠闲开朗 坚强乐观的活着 他们养儿育女 然后结束自己 短短的一生 在一个下班后 不堪负累的晚上 正集看到几只离子 钻过公园的狗洞 他情不自禁的跟了进去 遇见了那些和彭基一样 始终不愿跟上时代的离子们 他们像从前一样 乐观而知足地生活着 看到这一幕 正集突然有了一种 如是重负的感觉 他脱下身上的枷锁 不顾一切地奔向了彭基 彭基问道 屏幕前的你 也看到新闻报道了吧 因为不断地开发 狐狸和离子都消失了 你能不能阻止这个情况的发生呢 确实会有很多狐狸和离子 会用变身术把自己隐藏起来 可是 那兔子和幼鼠呢 它们也是自己消失的吗 《百变李猫》是高田勋指导 1994年上映的作品 它算得上是吉普利工作室 最被低估的杰作 相对而言 它的名气并没有其他几部作品 那么知名 但它却是我个人 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的片子 前半段充满欢乐 后半段悲喜交加 看到结尾甚至会有一种莫名的感伤 这群呆萌的吃货 明明就是曾经天真的我们啊 经历着时代的变迁 眼睁睁看着周围的环境被改变 不喜欢喧嚣的城市 但却没办法回到故乡 因为很有可能 就连我们的故乡都已不再安静 这世界越来越繁华 但我却觉得 越来越没有我的容身之处 这或许就是每个现代人都曾经闪过的想法吧 我们每个人都被一种莫名的力量推动着 被迫融入现代社会 这个巨大的机器之中 痛苦不堪却又身不由己 我们只能在夜深人静之时 怀念童年时期天真悠闲 阳光自在的生活 或者在心底呐喊 把故乡还给我 但是这样的诉求又能说给谁听呢 于是我们只能在第二天 继续无奈地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可笑的是 这种发展却把我们越推越远 让我们离故乡 离童年 离大自然 越来越远 为了生存 我们耗尽了所有的精力 去破坏 去摧毁 去索取 我们似乎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 却还沾沾自喜的自吹自擂 人与自然 与万物和谐公处 这是吉普利工作室永恒的主题 这也是全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 因为当我们把能毁灭的都毁灭之后 剩下的就只有自我毁灭了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 点赞加评论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